各位朋友 唐山打人案经过了近两个多月的侦查 最近呢 公布了初步的结果 这个结果一出啊 中纪委对此发生了 我以前呢 也给大伙说过啊 这个打人案呢 最后啊 这一伙啊 全得重判 中纪委严惩要求啊 题目上就要求严惩这伙人 大伙想想吧啊 这方家伙本来啊 是这个九个人啊 参与了这个事 结果被挖出来二十八个人身边的这些 就跟那个当年的八三年严打一样 只要是跟他们沾边的 稍微有点违法的 全他娘倒霉了 二十八个人啊 中纪委直接要求严惩 中纪委是这么说的啊 严惩恶势力 严查保护伞啊 看到了吗 哎呀 中纪委的这个要求啊 说呀 老百姓痛恨什么 厌恶什么 就要打击什么 铲除什么啊 无论是深入调查案件 严查黑势力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 还是下一步要公正 办理案件 依法严惩犯罪分子 都是以法治守护公平正义 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要慎重如实 再接再厉 以扫黑除恶 打网破产的实际成效 不断的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这可是中纪委的要求啊 要求严惩啊 诸位 那那位说了 这玩意儿中纪委一发话 这些人他得判多少年啊 这里边呢 有好多群众担心啊 说这个鉴定的啊 只是一个轻伤和轻微伤 按照现在中国的法律 也就判个三五年 太轻了吧 也有人阴阳怪气的又出来说了 让这个被害人出面嘛 多大的事啊 是吧 你为什么不让那几个被害人再出面啊 所以这里边呢 有些娶媳妇打发 瞎起哄 是吧 就是有人也是比较这个理智的说啊 人家女孩子没事 你们啊 觉得很遗憾吗 一定那女孩子得挂个尿袋 在ICU住半年 你们才满意吗 那些人是什么心态啊 对吧 这里边啊 还牵扯了一个事儿 如果让那个女的呀 这几个女的都出现的话呢 把他们的身份一曝光 好多事儿就藏不住了 至于他们从事的什么职业 以前干过什么事儿 对吧 那以后会不会遭受报复 你都得想啊 是吧 你不是前两天中国不发生了两起这事儿了吗 刑犯 释放人员 报复 管教啊 这个不是 这个已经发生了好几起这事儿了啊 你再让这四个女孩抛头露面 这生活不全毁了吗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道理啊 诸位 那么这位啊 就是这几位啊 这个陈继志这几个团伙啊 是劣迹斑斑 所以呢 他们这个跑不了啊 备受严惩这个事儿 比如说啊 这几个人儿涉嫌啊 这个刑事犯罪十一起啊 故意伤害 行政违法等等等等 包括长期刑拘再逃的陈继志 还有2005年就跟陈继志一起犯事儿的刘某啊 还有开尾号777 麦巴赫的陈某亮 在唐山事件之前 也都有暗底啊 最终的判决结果呀 我告诉大家 可能会超出大家的想象 这个原因呢 这个可能啊 除了案底之外 也许触及了刑法上的累犯制度 根据刑法第65条的规定 一般累犯是指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的犯罪分子 刑罚执行完毕 或者是赦免以后在五年内再犯罪的 那就得处于有期徒刑以上的这种这个惩罚了 你知道吗 这是累犯 这帮人符合累犯的 你看这个陈继志 好的家伙 这进监狱两个月 现在瘦的跟个猴一样 以前肥的跟个猪一样 我该 是吧 陈继志2015年为一个犯故意伤害啊 这个罪的涉案人员刘某提供非法拘禁住所 2019年该案的二审才定为刑拘再逃人员 是吧 所以说他是符合这种累犯的特征的 看这个 现在瘦得跟猴一样的 这没入狱之前 是吧 那么这个陈继志 他到底能判多少年呢 这个根据律师啊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的教授 他们来分析啊 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凡有组织犯罪法 以及两高两步关于办理黑恶势力案件 指定意见的相关规定 恶势力组织啊 这个手犯 这个刑罚啊 都会比较重 第一被告人或许被顶格判处25年 就是这个陈继志啊 说呀 陈继志等人呢 涉嫌犯罪的罪名多达八个 如果罪名都成立的话 判罚会很重 仅一个抢劫罪就可以根据加重情节判处无期徒刑 但如果第一被告人不具备判处无期徒刑的条件 有可能会被判处25年到25年之间的有期刑期 啊 这个在我国呢 有期刑期不能超过25年 刑法的第69条规定 判决宣告 以前一个人啊 一个人犯 恕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 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 恕刑中最高刑期以上 酌情决定 执刑的刑期 但是呢 最高不能超过管制三年 军役不能超过一年 有期徒刑的总和的刑期 不满35年的 最高不能超过20年 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 最高不能超过25年 陈吉志所涉嫌的罪名中 开设赌场 抢劫 寻衅滋事 这三个罪行比较重 刑法规定 开设赌场的情节严重的 处5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学信滋事罪最高的刑期 有期徒刑5年 根据公安机关的侦办结果 陈吉志在打人之前就已经犯了 数罪 这需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可以进行数罪并罚 陈吉志的数罪并罚总和刑期 可能超过35年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总和刑期在35年以上的 有期徒刑不能超过25年 那么根据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的通报 四名被害人中有两个人是轻伤二级 两个人轻微伤 经过住院治疗 目前已经出院了 这些受害人可以向涉案人员提起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 要求经济赔偿 那么这个保护伞呢 应该以具体犯罪共犯来论处 这些保护伞 15个保护伞 刑期也不会短 就此看来 朋友们 这里面呢 要说一个什么事呢 就说一个这个中国的累贩制度啊 要跟美国的法律比啊 还是太温和了 在美国呢 这个有更加伶俐的叫三镇出局法 所谓的三镇出局法呢 针对的是惯犯 三镇出局法又称三镇法啊 针对的是惯犯 对于惯犯的刑罚不是现性的增加 而是指数级的增长 这个跟国内的这个累贩制度相比啊 美国的三镇出局法呀 没有刑罚执行完毕或者是赦免以后五年内这样的时间限制 尽管呢 在执行的过程中 由于啊 诸如第三次犯罪仅盗取价值三百九十九美元的高尔夫球杆被判 终身监禁这种案例啊 遭到犯罪嫌疑人媒体的不满 但是该法案呢 在美国还是落实 尽管呢 美国多个州规定啊 蹲满25年以上才有保释机会 实际上不少地区会让恶性罪犯一直蹲到七十岁以上 或者是没有作案能力才会获得保释机会啊 这个呢 比中国要更加严厉一点 大大的减少了社会上恶性罪犯的存量 但是呢 美国这边跟中国的治安程度没法比啊 这个关键是坏人太多 那就是现在的这个刑期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了啊 就是陈继志这几个祸 陈继志本人至少律师说要25年啊 甚至是死缓无期徒刑都是有可能的 跟他一块的这几个犯人煮饭啊 参与打架的这七个人啊 我估计十年啊 七八年都是由他们蹲的啊 反正是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 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好 谢谢大家 这集咱们就聊到这啊 收力点个订阅 下期再见